用保安理由去維豐公民廣場是一個謊言 因為剛才包括張國軍和政府所說的所謂影響到保安事件 全部都是維豐之後才發生的 維豐的時候是贏了2014年的年終 之前發生過什麼事呢? 發生過反國教的通宵集會 發生過HKTV的集會 全部都是沒有任何衝突 全部都是很和平的 所以那個保安理由 絕對不是一開始維豐的時候的理由 一開始維豐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是一個政治的原因 就是政府是想封鎖這個 唯一可以在政府裏面 是可以示威抗議的地方 而HKTV的用途正正就是 政府在設計的時候提出 如果大家有看現在面對公民廣場所有的震議 包括之後可能會上庭的一個上訴案 或者是過去公民廣場 他在設計的時候當中所描述的 其實都說過 一個在政府總部裏面 能夠自由給市民去示威 表達政治意見的地方 正正就是東疫前地的作用 我覺得每件事都應該撥亂反正 回到我們原本的設計 是開放的 你就一定要開放 不過大家要尊重開放的條件 兩邊都要尊重開放的條件 一定要有限制 一定要有限制 那些欄是不是可以拆掉呢 簡單地 開放了當然是拆掉 你自由出入都出不了 所以有些限制 不過那些欄拆掉 林鄭月娥競選的時候 她說如果我成為行政長官 我是很願意重新和我保安同事去研究 我覺得他們值得研究 就是說如果真的不幸地去到事故 那些人不肯走 你怎樣可以清除牆 這個她是要想的 那這些你不可以說不負責任 那我不介意她在設計方面 可能重新要做一些手腳 在設計方面 令到基本上是開放 但是真是說如果去到最後要執法的時候 不是很難很難執法 是比較容易執法 這件事我是支持的 有了一個這樣的信心 我想保安局都會得支持 同意 好了最後就說到政治了 政治我覺得毫無考慮 最好的時刻就是7月1日 那天開始 你最高領導人 肯出來見人 肯接信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得著 這個肯溝通的表示 對 重新以前的林鄭月娥 她說她自己沒有改變過 你說在將來 如果 剛才我一不斷強調 如果在保安情況 政府的信納是沒有問題的話 其實可以慢慢 特別是林鄭如果是上場之後 她的確是可以跟 好像她所說 跟政府的保安部去考慮 究竟風險評估 如果是OK的情況之下 怎樣可以慢慢去重開 這個東疫前地 像以前那樣給大家去用一下 我覺得這個 大家都不會反對的一個做法 我們舉一些例子去討論 譬如從開之後 好像田北辰在新聞之前說 我們的規則要講清楚 有些什麼要清場 有些什麼可以接受 譬如在封之前的國教 接著HATV的集會 譬如張國君你認為 這一類的集會 是否完全可以接受 開之後繼續做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想看政府 如果是重開的時候 要看一個具體的建議 讓我們去考慮 坦白說 到今天 我們沒有想過 開開的時候 究竟應該立什麼規矩 其實也應該由政府去提出 所以你如果去審視當時的規矩 如果覺得是適合的 去提出來的 我覺得大家絕對是可以談 當然另一個關你事 就是你會不會再霸佔回 如果一開始的話 其實你看過去公民廣場 都有它的規定 公民廣場也有它 即使是未維封之前 都有它使用的守則 但為什麼當時 我們看到陸續續有些社會事件 譬如反國教 HKTV 是會用留守的方式 是會所謂霸佔 但其實都是在那裡示威 就是因為過去很多方式 都是沒有用的 即是你看到反國教 經歷了幾個月 用了很多明查暗訪的方式 到最後迫不得已 才進入政府中部 而事實上它也達到了 令政府讓步的目的 所以很難去約法三章 因為你每一個過去在那裡 留守的事件 都有它的社會基礎 大家設想一下 假如HKTV 那些人一去留守的時候 政府聽到這麼洶湧的民意 立即發牌了 反國教第一天去 看到這麼洶湧的民意 立即去撤回了 其實大家就完全沒有通宵留守的原因 你猜大家都很想在那裡日曬雨淋 下雨 你又要帳篷滴水 又要沒得洗澡嗎 所以歸根究底 我們不能用一個硬性行政的角度去看整件事 全部在公民廣場發生 你說留守 怎樣都好 其實都是一個政治事件 如果你不用一個政治的手腕去處理 你只不過單純說現在跟你日法三章 那這個是不可能行得通的 所以,我們比較下延避 好,請教人 請教人 好嗎 好嗎